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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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和解的时候 每一种做法就是要看当事人 每一种做法都可以 所谓和解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全国的观众朋友 所谓和解很重要 因为我常常谈到这个和解 那民法736条就有规范 什么叫和解 和解就是双方当事人有发生纷争 为了相拟纷争 解决纷争 双方互退一步 这叫和解 那我们常常碰到这和解 一方讲500万 一方讲3000万 这个永远那一方还是3000万 那显然他没有和解的诚意和这个态度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这双方大家都要谈和解 不要讲的法律这么的互退一步 我想这个基本的观念要先给大家 这个和解的观念 另外呢 就是万一发生食物上了 到底体伤的残废的 还是这个死亡的部分 就要看情况 你如果觉得说我们现在和解 我伤识已经OK了 那我们就通通包含 如果伤识还未确定 像刚才有谈到说 我强制选这个要一年或半年 你以后认禅 万一禅费怎么办 那你也不用害怕 那没关系 除了强制选以外 我这边先跟你和解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死亡的部分 一般来讲 通常都是包含这个强制选的 这个和解 因为我们强保法三十二条 里面讲的也很清楚 就视同家人对他的这个 赔偿金的一部分 所以呢 是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也没有说硬性的规定 好 那我们如果要看强制选保险 当然如果是车对车等的 这些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是一个行人 或者我就是骑自行车 不管我是本国人外国人 反正如果我被车子撞伤了 撞死了保险公司的 强制选一定会赔 对不对 不管我的身份是什么 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比较麻烦的就是他是谁 还有他的收入人到底是谁 就是所谓的身份认证的问题 那通常假设是外国人 保险公司怎么处理 跟我们没有邦交的国家的 这种身份认证的问题 那就像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要和解 要确认对象 那对象到底是谁 他有没有权利 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就是要要求 像两岸的话 我们就有海基海协会 可以认证这个 大家都很清楚 那另外呢 像我们过去有个案件 在肯定这个自行车的 那他是日本人 那我们日本人 也有相关的这个机构 那我实际上就碰到 这个案件 是没有邦交的 也没有这个服务的机构 我想在台湾的目前呢 我讲的是事实 这跟政治无关 那事实我们是碰到 这种情况 那像这个柬埔寨 他这个是柬埔寨的 他来了 这个他没有地方可以认证 当地也没有那个可以 可以这个我们也没有 这个服务的单位在那边 实际上有碰到这个案件 那我这里也忘记那个明代 中南部的明代 为了这个外籍新娘 才争取这个金额 那经过一段期间 我记得这也是这个 在后来在立院 这个帮他整理到这个 后来文件都有齐全 那后来就是 这个协调就是由旁边 在旁边像越南 跟他很相近的这个单位 帮他再认证 这是一个实际的这个案例 所以呢 现在很多这种外籍 不不仅是还外籍新娘 他都有这种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是没有国籍的 这个 世界上有没有国籍 我想大家 这个年轻的朋友 有看那个航站情缘 那个就是 航站里面 这都没办法跑 他没有国籍 国籍的住家 这个国家不见 有啊 有啊 我们像一些流亡的这个 他就没有国籍 那一样啊 有相关的 就找相关旁边的 相关的这个机构 单位 来帮他认证 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过去都有碰到 这样的案例 虽然是很少 但是有这样可 有这样的这个案例可寻 我们都可以协助来处理 好 那当然我们 关心外国人在台湾的这个 保险权益 是不是两位也可以提醒一下 如果我们有外国人 包括外籍新娘在台湾 他的跟交通或者是 自己的安全有关的保险 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会比较好一点 跟他交通 本身自己有关的保险 我觉得其实台湾 除了强制险之外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保险 那可能自己本身 他可能有 譬如说学生 学生他可能会有自己 要保的自己的 刚来台会有 会有所谓的 学校也会要求 要有旅游平安保险 那居留一段时间之后 他也可以加入健保 那学生也有团体保险 那所以 我觉得外籍人士 可能在强制险以外的 可能就是自己本身 遇到他自己的需求 可能是要设计不同的保险 那有保险才有保障 我这边就特别提醒 观众朋友 不管是本国或外籍人士 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强制机车责任保险 不能不保 因为不保的强保法 第49条 就会提醒你 要保 你没保就是会有罚款 这机车1500 这个开始起跳 那 除了这以外 千万记得 我比较建议大家 这个 伤害保险 个人的意外 意外的这种伤害保险 这个多保一点 意外伤害医疗等等 这个 因为呢 我原本常常跟人家提醒 这个意外伤害保险 这个像我 万一不信 身雇的时候 那个保险金都不是我领 因为我死人不能出来 都是别人的嫁妆 但是呢 我们是要做一个负责任 有责任 那万一 你没有死 身雇呢 那自己就用得到 所以千万要记得 我们的意外的伤害保险 希望你不要忘记 那出国的话 那个旅行平安险 不要忘记 这个出国通通高高兴兴 相机带了没 通通带了 行李带了没 带了 保险要带着走 希望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呢 那可以到我们产检工会啦 或者甚至我们现代保险 这边可以来提 这个 其他的这个保险问题 好 那外国人在台湾如果发生车祸的时候呢 他应该要怎么做 基本上 当然 最重要的是建议说 如果发生车祸的时候 不要逃避 真的是要面对问题 对 合理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通常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建议的就是说 不管是国内或是外国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要保全证据 也就是说 发生事故的时候 是不是有目击者 你车辆行驶的方向 你现场的激震 损害情形 这些是不是有人受伤 这些东西应该要把它保全 如果你有行车记录器 或者是有监视录影器 这些相关资料呢 你可能要想办法保全 将来对于责任厘清 会比较有帮助 至于说 如果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 我们要建议就是说 无论如何 事故发生事故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 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放警示标示 你不要发生事故的时候 先急着吵架 不要先下车 放警示标示 因为太多这种 会发生二次事故的情形 所以你一定要先放警示标示 那再来就是打110报警 如果有人受伤 赶快叫救护车 赶快把人送医 当然如果有保险公司的话 那就后续的动作 赔偿问题 就是通知保险公司 联络保险公司 来协助处理 大概注意就是这些 我如果跟外国人放上车祸 说不通 警察也说不通 怎么办 但是依照我们的规则里面 就是说 如果跟外国人发生车祸 那是会通知到外事警察 外事警察会协助翻译 协助他做笔录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 我知道很多保险公司 他都有日文 有英文的服务 没有问题 这样保险公司都是 以服务取胜 都没有问题 找保险公司就对了 可以 交给保险公司就可以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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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外国人朋友 都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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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